猫被重击头部后变傻 文茂贵职业手医师 猫咪头部被重击后是否变傻的评判比较复杂 一般没有评判的临床意义 但是猫咪头部被重击后很容易导致颅内出血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 此外还有可能导致颅骨骨折 骨折后的颅骨还会破坏颅内组织 猫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所以当猫咪头部被撞击后 一定要及时带到宠物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最大程度挽救猫咪的生命 最后平时应尽量不要去击打猫咪的头部 以免发生危险 同时猫咪比较害怕被宠物主人喝斥和打骂 如果长时间打骂猫咪 很容易导致猫咪出现极端的性格 甚至有攻击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